要搞清楚 一个 往左边转 还是往右边转 不一定 你转错方向 那可能就是不同的结果 所以你有任何的 这个成长、突破、喜悦 你总是要更加勉励自己 这个更加的 发发发吧 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 发什么 这就加薪一次而已发什么 就没有加第二次啊 对不对 你要心里想 我好好的继续成长 那必定第二次是必定的 自然的 因为实在太优秀了 老板都觉得不加薪不可以 对不对 那是不是如此呢 那不是你问天啊 是问你自己啊 对不对 在你的运作下 其实你真的要在超码系统里面好好实修 运用在你各方面 就很容易啊 怎么会不容易 很容易就发了 是不是 只是你有没有察觉到而已 嗯 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一样的总之 天地要 看到你这么可爱 追着你要给你礼物的时候 真的 你很难想象 礼物是什么样的礼物 怎么来的 你很难想象 但是 感恩嘛 知恩嘛 对不对 然后是怎么样呢 你总要知道啊 恩会从何而来 这个恩啊 才会越来越多 对 你不是说那个恩就那一点 哎呀 什么什么恩啊 就那一点而已 那你的恩就越来越少 嗯 所以你要能够 跟天地的共振中哦 咬着一口 馒头 都觉得这种恩惠 嗯 是真心的散发出来的 嗯 那个 真的 这个 这个共振下的福报比较大 是真的是这样子 嗯 所以 结论 是吧 能够 这个 感受着 这个 你和天地相容 是不是 天心的运作 和你的 平常的 这些氛围 是 同一个方向的 这个 这个 共振 那就搞好 嗯 那是不是真的是 实时 秒秒都是如此 那就是你随时要把关住 你的心 对不对 所以好事 好事 只要把持得住 这好事的共振下 这好事就会越来越多 好事 好事 你没有感恩的心 好事就越来越少了 好 你有感恩的心 你就会更加热死不疲的 好 这个 怎么样的一个 跟天地共振 所以这个就变成 能比极速的往上 跳升 嗯 不就结了吗 是不是 所以大家都觉得 这个 这个一片喜洋洋 虽然不是过年 超马轩 诶 我再问你啊 你有没有觉得你经常喜洋洋 有没有 好事 之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吴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